一起吃饭吧 今天你已经教你做人见人爱的菠萝炒饭 有加这么高的吗 五百一千有吗 有吗 如果是两千块的话 我都 还是卖给你 小剧场开演 广泉带你见识最坦诚的乡亲 别说房子了 连今天晚上这顿饭起来 我都卖不起 我都卖不起 一切状态近在今晚18点18 重播时间每晚18点45 20点50 一起吃饭吧 一起吃饭吧 小伙伴们 礼京小厨房又开课了 菠萝飘香的春季 女神经要分享一道颜值超高 做法却非常简单的菜股 最重要的是口味独特 非常有营养哦 好 我们赶紧开始吧 很多人说 这些事情有一点不合 我身上晚上睡不着觉 有点抑郁 怎么办呢 告诉你 有六种吃了 可以让你快乐的食物 一定要记住哦 免费的香蕉 免费的葡萄柚 免费的全麦面包 免费的樱桃 免费的菠菜 免费的南瓜 全部都是免费的 肯定开心啊 不是呢 其实这些食物里面 它们都具有抗抑郁的这种物质 所以多吃一点呢 心情自然是越来越开辟 但对我来说 还有一种免费的菠萝 也是很开心的 尤其一直吃到菠萝炒饭的时候 非常漂亮 其实它做起来呢 也是同样很简单 首先呢 你到市场上买一个成熟的菠萝 然后要对半切开 天哪 刚才还说它很成熟 现在又切不动了 我还记得我的手机 开始了 我还是要去健身 以后要免费的健身 也可以抗抑郁 好嘞 看到没有 终于切开 好 对半切开以后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把这个里面挖垮 把它做成一个 成菜的 成饭的这个器具 可以把它 一格一格的 这样从菠萝直接出来 就是一块一块的菠萝 好 然后我们再把菠萝肉 给它挖出来 挖到底下呢 你会看到有好多的汁水 这些汁水呢 千万不要扔掉了 这是好东西 把它倒进去以后 待会儿我们炒饭的时候 拿一些汁炒会更加香 好 现在已经看 我挖成了一个器具怎么样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切一下这个火腿肠 给它切成丁状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再加一些黄瓜 因为黄瓜 加进炒饭里 会更加清爽嘛 切完之后呢 我们再拿一袋 就是在超市里买的 那个金玉馒糖 就是玉米 青豆和胡萝卜 等于是一大堆的这个辅料 就已经用好了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进行炒饭 因为炒饭嘛 还要炒蛋嘛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是 两个鸡蛋打散 然后再加一点盐 然后我们再 筷子把它搭搭匀 好 接下来我们就要入油锅了 我们要先把鸡蛋给炒一下 哇 看到没有 鸡蛋熟起来好快啊 它就变成半固形状了 好 捞出来边上等着 然后我们再放一点油 好了 接下来我们把这一大盆 全部都炒进去 哇 看到没有 现在锅里的颜色好好看哦 红黄蓝绿青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再把刚才炒出的鸡蛋的倒回去 我们再放一下饭哦 炒饭主要是前一天晚上的饭 因为现在呢就没有盐味嘛 就除了火腿肠里面一点点 所以我们放好饭以后 再加上一些盐 很多人会问 那我炒多久呢 就要炒到这个饭啊 里面水分都基本上炒单了快 就可以了 好了 接下来最后呢 我们就放上菠萝 哇 闹得拉一下没有 因为我刚才有菠萝水在里面 然后我马上就把火要关火 因为这个菠萝啊 如果是说 在开大火的炒太多的话呢 它会把整个饭都搞成湿答答的 就不好吃了 好 最后就装盘 看到没有 装好盘了 哇 不贵啊 这一份你想要多少钱买走 请问 一百 两百 有加分高的吗 五百 一千有吗 有吗 告诉你 真的是 如果是两千块的话 我都还是卖给你了 这菠萝甜滋滋的那种感觉 包裹着整个的米粒饭 饭要另一分开 有这种感觉 然后蛋也很香 里面的料有这么多 然后黄瓜清香也有 还有河里肠的那种肉香味 其实长得还挺不错的 谢谢 不过我不是那种 这种外表的女人 是 我知道 你更在意内在 对吧 我看 这种肉香味 嗯 我的意思是 你买房了没有啊 没有 连房子都没买 你哪来的自信相亲啊 嗯 那车子呢 没有 没有 真浪费我事情啊 我原以为你跟外面那些 妖艳的白金女 是不一样的 没想到 你还是一颗绿茶的心 是我太天真用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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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难道你真以为我连房子买不起吗 其实吧 我也不是这个意思 实话告诉你 别说房子了 连今天晚上这顿饭钱 我都买不起 我都买不起 你这个骗子 明天跟着冯剑一学一学 一起去得心走一走吧 可是胡萱地道小吃 端上桌 是根本停不下来 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一起吃饭吧